大家好我是阿天那我們來看一下說這個天衣喔 那在看天衣之前呢先打一下這個妖獸 那妖獸的話呢打的時間點最好是在這個下午6點到下午6點半的時間喔 但是我有說過其實我還蠻不喜歡這種被時間綁定的這個狀況 那這個所以說呢我就基本上早上有時間我就把他給打掉 那他的這個這個獎勵多30%我覺得是這個戰鬥結束 戰鬥結束這個時候呢他會獲得一些 什麼零食啊這個這個什麼煉金石之類的東西喔 那這些東西呢就是怎麼講多了30%我覺得我覺得影響沒有那麼大 那重點是說你這一個打完之後呢 造成了這個傷害啊然後那些累積啊有沒有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30%呢其實主要是在 戰鬥結束的時候你可以獲得一些什麼盜鼓的那個那個升級的東西 又或者是那一個剛剛看到什麼仙金啊之類的 好所以說這個是這個妖獸入侵 然後呢這一次的話呢是上單體攻擊類的這個妖獸 那我這邊上的話是就九尾嘛然後也是一樣天狗懸吐也沒有什麼想法 然後獎勵預覽的話就是你可以隨機獲得這四個東西喔 運氣好的話呢可以獲得仙金喔我們再打一次看看 好打了6837齁這個樣子 好然後呢隨便看一下就好了 好OK那這個是妖獸的部分喔 然後我已經打到這個傷害最高了齁那不過呢這是要計算一整天的 好我們先把獎勵給你一領喔 那這次天一呢 感謝巴哈有人PO文喔 天一的話呢是一個我覺得是真的是大課長才會去 去課的東西喔不過呢小課的話呢我覺得目標就是放在五個碎片就好五個碎片就好 那另外呢這個天一的這個機制呢跟這個神器不一樣喔 因為神器的話呢他是可以保留的齁就是那個 抽的那個券 但是天一呢他的這一個東西喔 這個叫做西式妖水喔 他是那個活動道具的他是會消失的 所以說這個你一定要把它換完 那怎麼獲得這個西式妖水呢就是 去參加這個天一的活動喔 那當然齁每日的活躍任務齁這個每天解完之後呢 你至少都可以去 就是殺一些這個 這個怎麼講呢 等一下 不好意思喔 就是你每天齁就是都可以把這些基本任務解完 那基本任務解完呢你大概可以獲得 看起來是十幾張這個風魔靈符吧 那風魔靈符呢在這個地方 那風魔靈符齁就是在這個 1234567 七隻怪裡面其中有一個寶箱 但是不用想太多喔 反正你就讓他這個連續風魔就對了 然後拿到寶箱之後呢就會獲得這個西式妖水 那西式妖水呢就是在這個地方可以換東西 然後呢 每一層呢都有 一定要換的這個數量 然後換到後面呢就可以換到這個 這個天一喔 那我之前是無課的狀況下呢 我大概我好像我只有換到 換到個兩片 還是 還是五片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碎片啦 我有點忘記了 可是我在我的這個包包好像沒有找到我的那個碎片 看一下 糟糕了 不是很確定喔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碎片是不是在這個天一這邊啦 看一下喔 獲得 先先先 零 這個地方 看一下 未獲得 前往或許 可以看到嗎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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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有 這個地方 有有有 5片 有沒有 它起來下面 這是先品的這一個 然後呢 就是我上一次活動無課是獲得了5片 所以呢 這個活動呢 只要 這個出了24次 24次之後呢 我們無課的玩家後也可以換到 那這一次呢 我買了 我 我還是有課金啦 我課了什麼呢 首先是這個先金的 6000塊 我是直接把它買完了 因為你可以買10次嘛 然後70塊的 170塊的這些都限購一次 然後670塊的 那其他我就不買了 我覺得有點貴 那這個490的 這個就 就等一下 我看看670划算 還是490划算 670的話呢 我是獲得30個風魔靈符 所以我們來看看說30個風魔靈符呢 可以獲得50個西式妖水嘛 30個風魔靈符 那另外呢 在這個風魔的時候呢 你好像每到第10層的時候呢 他的那個獎勵會比較好 大概是這個樣子 乘數尾數為0的時候呢 只會有一次妖魔 然後封印之後呢 可以獲得西式妖水 10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花了 我花了這個 670塊 買了30個風魔靈符 可以獲得多少個西式妖水喔 我現在是66嘛對不對 因為他這個 每一層你 你抽到寶箱的這個數量呢 可能就是隨機的 所以應該說 寶箱是隨機的 但是你要消耗多少符咒 抽到這個寶箱呢 這就是看運氣喔 所以我們就看 當我花到剩36之後呢 我可以獲得多少個西式妖水 我現在是65嘛對不對 好 這樣子 道友的數量可以連續封魔10層喔 啊不對不對 這樣可以封魔10層喔 啊我的數量已經有 66張 有這麼多 就可以封魔到10層嗎 應該是7956啦 那 那不行啊 我們要看看30張運氣是如何喔 哎唷 一次中耶 好這樣子 好 看這個運氣就很爛了 20了 我們看看36 36是多少 這個我覺得不用想太多喔 也不是什麼運氣問題 我覺得可能系統都已經設定好了 好這樣子 好 我知道已經獲得了30了嘛對不對 流金沙其實還不錯喔 40了 40了 50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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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吧 60了 36了 所以我花了 30個符咒我獲得了60個西式妖水 對不對 60個 那我們來看一下 萬象傷成 恩 恩 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好像 好像490的比較划算 因為 因為這個我花了670 然後呢我獲得了 我覺得這個魂念不是很重要啊 這魂念不是很重要啊 然後有個仙晶2000多啦 那 那你不如直接買490 然後10個幻靈千 也許讓你抽到青龍啊 好了沒有啦 我覺得如果說 670 他寫的是1000% 然後這個490是600% 那以我一個課金玩家來說呢 我覺得 490的價值可能比670還來的好一點喔 不管啦 那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這樣子 連續給他封魔 這個樣子 第8層 你看這個有夠衰 全部都墊完了然後才 才找到 這也是一樣喔 剩一隻 這第10層只會有一隻而已 獲得大獎了 再來 這個是電到剩兩隻 這樣子喔 這邊也可以連續封魔 喔不錯喔 4個就抽到了 然後6個 不錯喔 6個也抽到了 好我沒有了 那我們這個205 我們來換一下 這個的話呢 第一層你要花40個 所以我選擇這個妖靈魂火 這樣40個 消耗然後再來要消耗60個 60個的話呢 天一自選材料這個不錯 但是換靈籤也不錯 好這樣子 然後天一自選材料 好都選這個好了 這個多少啊 5喔 這樣子嗎 不對不對 這個是10啦抱歉 然後我這邊我還欠40嘛對不對 這樣子 好我可以到第3層了 熔爐材料 熔爐材料還好 我覺得基礎碎片吧 這個怎麼講 妖獸的碎片最實在喔 我這邊要換到100個喔糟糕 然後40個 40個的話呢我決定換 我還是決定換天一喔 這個天一材料 這樣子因為他可以自選嘛 好然後到了這一層我終於可以選擇這個了 這邊我有5個然後限購5個要125 125 對啊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 我接下來的話呢應該就是把這個換完吧 因為這邊要80個嘛 但是呢當你就是 換到可以換這個碎片之後呢 你當然是義無反顧的換碎片啦 因為那個 其他的東西其實不重要 那重要是在這個活動期間呢你只要可以 可以換到碎片的你就盡量換齁那如果說不課金的話呢 一片兩片三片都是這個樣子然後存購120片 那也只能這個樣子啦 那這個這個 怎麼講天一的這個加成呢 肯定跟神器一樣是巨大的 但是天一的話呢 可以知道我花了 多少台幣多少錢 我花了台幣大概 差不多是 八 八百塊 九百塊 那其實呢也就是獲得了大概 包含今天的這個美日任務 大概是獲得了 200個這個這個西式妖水 然後呢就是 就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不過呢這個是越換到後面了你才有機會換到這個這個這個神燕的這個碎片 所以說呢這個課金的話呢上次我有看到巴哈寫說 你課一單一單的話呢這個碎片好像才 才十幾片吧 所以說這個的話呢我覺得就是 慢慢存就好了慢慢存就好了 因為其實遊戲的話 還會在一定會在慢慢在推出很多新的這個 機制啊 或是說這個課金的道具 那無課的玩家呢玩這種修憲帶的遊戲 就真的是 放置玩就好然後只要參加完活動呢 基本上就可以了 因為這是比誰玩的久 不是說比誰課金課的多 好那影片就先到這個地方啦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見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